其實自從上一次在屏東運動會結束之後 我們心智障礙的孩子知道說 今年在台中 其實大家就已經抱著很雀躍 很開心的心情 一直想要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我想自總辦全國心智障礙的運動會 心智運動會 其實對我們心智障礙的家庭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尤其像我們住在天鄉 我們住在台東 老實說我們要出來參加活動 並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就是藉著這個運動會的時候 像我們這一次就集結了80位的人 這當中就等於是將近有40個家庭 我覺得說其實這個運動會就是給我們一個 跟一般人一樣 我們有機會來參與這樣的運動賽事 尤其看到孩子在每一場比賽 不管他的獎牌是什麼 可是他的那種用自己的力量去展現 然後得到的這個回饋 是那種開心跟快樂是無法形容 也是錢買不到的一個東西 其實心智障礙的孩子 平常本來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去參與外面的一些賽事 那我們能夠藉著這樣的一個活動給他們參與 不管他們在哪一種比賽上 他一定是拿出自己的那個精神 就是運動家的精神 就是不放棄 我記得有一次是有一個輪椅比賽的孩子 然後他是邊滑輪椅邊哭 可是大家就是幾乎是集結場上所有的人 是來跟他加油 然後他就是邊哭然後就是把他跑到終點 我覺得那個精神是讓你在當場你都覺得你也要落淚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心障礙的孩子 我們就是給他一個機會給他肯定 我相信說只要他願意這個機會在這裡 他自己來爭取 那然後我們給他肯定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件事情 CRPG30條它上面就有說 我們的孩子也有權利參與這個運動的競賽 所以我覺得很棒的就是說 這種把這個心事障礙的運動會 他就是在全國各地然後由大家來輪流主辦 尤其像我們辦過運動會 我自己就感覺到說 團結就是力量 然後永不放棄 我覺得我們自己也要走出去 因為你沒有走出去讓大家認識你 人家看到你他也會 因為他不了解他就不懂得尊重跟友善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主動地去跟大家接觸 至少你讓別人多了解你的時候 人家才有機會來了解你尊重你 然後包容你跟給你機會或者是友善你這樣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